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其中一个就是独一真神的观念 如果说独一真神 你可以说是基督教一个最重要的观念之一 或者最重要的教义之一 那么我记得我在多年以前 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传福音的时候 用了一个非正统的方法 什么呢 我就希望从宗教学的原理来 向他们解释 为什么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不是一个两个正义的邪恶的神明 也不是很多的神 那么我是这样来解释的 我说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 宗教信仰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先是最早比较原始的社会是犯神论 所有的东西都是神 山是神 水是神 河是神 牛是神 什么都是神 那是犯神论的信仰 那是最最低级的 然后慢慢慢慢就过渡到什么 比较高级的 就到了多神论的信仰 比如说在罗马 在希腊 在埃及 你看到有多神论 有那个战神 有火神 有音乐的神 还有爱神 等等等等 然后人类又继续进步 进步到什么 二元神论 也就是说有正义的神 有邪恶的神 这是在比如说 波斯的拜火教等等 这些信仰当中你常常会看到的 但是再继续进步 进步到哪里呢 就进步到一神论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 而这个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 创造世界 也创造我们人类的 而这一个上帝是独一的真神 如果说到一神论 那全世界只有三个宗教 那就是犹太教 基督教 跟伊斯兰教 如果从宗教学的原理去研究它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三者其实上是一个信仰的源头 我们就称为叫亚伯拉罕宗教的源头 这就是说亚伯拉罕 这个过去古代曾经存在的 那么这个历史人物 是这三个宗教信仰的一个源头 或者他们信心的老祖宗 那么这里面 你如果选这三样宗教 或者说这三个一神论 这三个最最高级的宗教 我为什么选择那个基督教 而不选择伊斯兰教 或者犹太教呢 我是这样给他们解释的 那当然我说 不是从基督教神学的信仰原理当中去解释 什么解释呢 就是说犹太教 他其实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 犹太教 他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定 也就是说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跟外邦人没关系 如果你要成为上帝的选民 你首先要接受割离 你首先要成为犹太人 你成为了犹太人之后 你才能够成为一个信仰犹太教 或者信仰犹太教上帝的这么一个选民 所以犹太教更加是一种民族性的 而非普世的信仰 但是伊斯兰教它就不一样 伊斯兰教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 你发现在七世纪产生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基督教产生的一个异端 也就是说有人曾经跟我讲过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伊斯兰教是太平天国的 拜上帝教的那个古代的版本 也就是说它根本是从基督教的 里面的异端产生的一种信仰 当然因为那个政治的原因 因为那个经济的原因 因为当时国度发展的原因 所以就成为在那个时候 一个人类普世文明的一个部分了 那么为什么选择基督教 如果我们是从人类历史上来看的话 哪一个宗教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呢 当然是基督教了 所以我是用这个方法 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曾经分享过 为什么基督教是最最重要 或者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接受 基督教信仰的这个角度 但是独一真神的观念 的确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当中的启示的话 你就看到再清楚不过了 如果你看生命纪的第六章第四节 这里圣经这样说到 以色列啊 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如果NIV新国际版本的译法 他说以色列啊 你要听耶和华 我们的神 耶和华是独一的 也就是说是独一的 就是一个神 对不对 如果你再继续看 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的 第十一节 圣经里面摩西歌唱 摩西之歌怎么写的 摩西说 耶和华啊 众神之中 谁能像你 谁能像你是至高自荣 可颂可畏 施行其事呢 其实摩西是一个 问了一个不用回答的问题 一个Rhetoric question 是不用回答的 答案非常明白 就只有一个神 没有别的神 这个世界上 这个宇宙万物 没有什么神 可以向你相比 你就是那唯一的神 如果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看到先知书以后 看到历史书当中 我们看到猎王纪 看到猎王纪上 第八章第六十节的时候 你看到所罗门 在这个祷告当中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 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并无别神 可见上帝在他自己向 启示他自己给人类的时候 他反复强调的 他是独一无二的神 然后在先知书 在伊赛亚书当中 伊赛亚先知也是这么说的 伊赛亚书第四十五章 第五到第六节 他说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 你虽不认识我 我必给你输妖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使人都知道 除我以外没有别神 我是耶和华 在我以外没有别神 我是照光又照暗 我施平安又将灾祸 照作这一切的是我 耶和华 很清楚对不对 那么新约呢 新约的作者又是咱们写的吗 我们看一下提摩泰 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提摩泰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保罗这样写到 他说 因为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 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看到没有 只有一位神 罗马书三章三十节 保罗这样写到 神既是一位 他就要因信 称那受割离的为义 也要因信 称那未受割离的为义 只有一位神 看到没有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格林多前书八章六节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就连那个魔鬼撒旦 他也相信 只有一位上帝 那独一的上帝 我们看雅各书 新约圣经 雅各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十九节 使徒雅各这样说 相信神 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魔鬼也信 却是战精 对不对 好了 那么除了这一位上帝之外 是否还有其他的神明 存在于灵界呢 我认为是有的 因为那些在灵界存在的 有很多的灵体 但是他并非是神明 他只是 他更不是独一的上帝 他只是天使 其中包括善良的天使 也包括邪恶的天使 那邪恶的天使 就是堕落的天使 后来称为叫鬼魔 那个最大的邪恶的天使 就是最大的那个鬼魔 就叫魔鬼撒旦 但是仅仅是存在的 灵界的 这些是灵体 他们并非是上帝 更不是所谓的大神小神 不是的 但是作为华人 作为我们中国人 我们传统的宗教背景呢 是比较多神论 甚至有的是泛神论 我们认为土地公公 我们认为雷公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在接受信仰的时候 对于独一真神的观念 有的时候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既然上帝是一位的 是独一的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常常说 我们信仰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 或三二一的上帝呢 我想请你先用你自己的理解 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明天继续解读